综合俄新社,塔斯社报道,当地时间21日,俄罗斯著名汽车品牌福尔加重归,协三款新车亮相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举行的工业展览会,俄总理米书斯京在视察该展台时,被告知车中大量零部件并非国产时,他敦促车企,要提高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国产化,至少在技术不复杂的零部件上应实现本地生产。 据俄媒报道,坐在车里,米书斯京询问车企的创新总监,汽车内饰的零部件是在哪里生产,以后肯定会有的,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外国的。 对方回答道,俄总理随后走下了车,又问方向盘是哪里生产的,在得知是国外后,米书斯京表示,我希望方向盘是俄罗斯的,这并不像变速箱和所有其他零件那样,在实现本地化生产上存在困难。 他叫来了陪同视察的第一副总理丹尼斯·曼图罗夫,和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·阿里·汉诺夫,指着车对他们说,在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等公司,已经在阿拉伯加经济特区建立了复合材料工厂的背景下,俄罗斯甚至有必要尝试在国内用塑料制造此类零件。 我一直希望看到俄罗斯自己生产这些零件和设计,可以说这些东西的生产难度并不大。 米书斯京补充道,据俄罗斯新闻网介绍,福尔加是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旗下一款著名汽车品牌,诞生自苏联时代,曾被广泛用于公务用车和出租车,被视作前苏联工业的象征和骄傲。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,许多国际汽车制造商停止在俄罗斯生产并停止向该国出口汽车。 此后俄罗斯当局宣布重振福尔加、莫斯科人等国产汽车品牌,很快莫斯科工厂便开始重新大规模生产乘用车。 2023年年底,时任俄工贸部长的丹尼斯·曼图罗夫宣布,高尔基汽车厂将在2024年年中恢复福尔加汽车的生产,新车将在夏诺夫哥罗德的厂区生产。 这些厂区此前由德国大众等外国汽车制造商使用,预计新的生产线将从2025年开始进入全周期模式生产。 在西方企业离开后,俄罗斯其他汽车装备厂也转向与中国或其他东方伙伴合作。 俄罗斯汽车媒体网站还指出,福尔加此次推出的三款新车,从外观上看似乎是中国品牌长安汽车的改款车型, 唯一的区别在于,两款车的保险杠和散热器格栅不同,福尔加的车则还有高尔基汽车厂GAZ的徽征标志。 不过关于夏诺福格罗德工厂的技术合作伙伴并没有官方信息披露。